是黃牛 跟著排隊人龍走 幾乎看不到盡頭 排了好幾百公尺 民眾在高雄旅運中心旁空地 等待領取的 是這個 箱子裡裝的是 高市府龍臉小提燈 小朦朧呆腦獸 幾點來排隊的 早上五點半 因為這麼早才能排到兜燈 因為我去年 雄門兔也是排到兜燈 就是一個想要蒐集的概念 這滿特別的 因為它的臉可以 右邊可以旋轉 這樣會不會很興奮 滿開心的可以 就是今天可以拿到小提燈 有恐龍外型和可變化 臉部造型特色 黃色小鴨等 幾種圖案可愛又討喜 發放時間是上午11點 搶到領取投降的民眾 從凌晨開始排 花了大約5.5小時 拿到提燈 加碼發放第一場 美人縣領兩盞燈 讓民眾搶著排隊收藏 不過 討喜的小朦朧呆腦獸 在拍賣網站已經出現 大約150元起跳的轉售價 特別為了今年的這個燈會 龍年以及黃色小鴨 所設計的這一款小提燈 進行限量的發放 在此也呼籲民眾 不要轉售不要購買 發揮公民的素養 高市觀光局呼籲民眾 別拿免費的限量提燈 當成網拍牟利商品 不只小提燈 搭上黃色小鴨熱潮 愛河畔創意造伐競賽 從選手的造型到自製傳伐造型 都能看到小鴨的身影 搶搭高雄最夯話題 三地區議員就位答